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在外国就是这样的 你要去检测 也不会有人上门检测 你要驾车去检测 好了 检测完有事 要去医院 没有人整一架车车车你 要自己驾车去旁边 拍下车去旁边 人们说要两架冲锋车去车他 根本就是神经病 交通都要自己给 所有东西都要自己给 你没得上班 你自己跟老板搞定 谁有支援 没有的 是没有支援的 香港很幸福的了 是很幸福的了 Larry N就说 昨天看林太报告觉得他很有心 记熟了整个葵宗村的资料 真是消化果 连个TV给记者都要看猫子才读到 一个地方由最高级首长亲自处理市民的事 包括有没有晚餐都关注 其实他说得不错 他说了为什么没办法供应晚餐 但是 其实有些人就拿来做新闻 晚餐都不供应有没有搞错 其实有物资包的 然后买物资包还好笑 有人说为什么要洗头水 怕我们没得洗头抽 这些是卫生东西来的 还给你一套 其实说真的 你必须的东西都给你 那你就可以不用出门了 是不是 政府帮你想起了 其实特区政府 很贴身 Joyce Mock就说得对了 香港刁民身在福中不知福 其实 这些人就说 黑暴识数字口号是一样的 我都说了他们 是搞了一些口号出来的 他们就是 港府无难 特首分容 我都说了 结果这个行星印象就是说一样的东西 一样的 是一样的 这些口号也是一样的 是啊 他们那些人是做了一样的东西 说了一样的东西 他们乱骂南营 猛餐林郑 可恥之极 这些口号 几个频道都这样骂过我们 一模一样的 用钱也是一样的 我怕你有牙吗 就算 说真的 你们现在有些东西玩得离谱 我认为是 你们那些玩联署 又在聚一群人 骗Viu奶奶 觉得没所谓 其实我觉得 你不要扯进去中央政府 比起内地人看到 对香港的官金是很恶劣的 很肉酸的 是很肉酸的 你有没有交过一元税给中央 为什么什么都叫中央帮忙 是很厉害的 重要的 是呀 是呀 洗脚师傅就说 是 欠了14亿人 是呀 Hw就说香港人的 critical thinking 只会criticize 这个就是批判式思维 他只是批评而已 批判性思维 其实就不是批评的 其实你要是多角度去想一件事的 或者叫做严谨的思辨能力 或者叫做严谨的思考 或者叫做审辨式思维 其实香港很多人都没有的 我只能够说 严谨的思考或者叫做 业太那时候有说的 他说这是严谨的思考 其实有另外一个译法 我觉得是最好的 就是叫做神思明辨 你一定要想清楚 究竟 就是为什么 现在那个抗疫的情况 是这么难的 就是有太多人 不配合 那些人说到香港人很听话 那些人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事 是的 潘潘就说有四宗源头不明 但是四宗很少而已 不用太担心 现在四宗他只要找回源头 还有基因图谱 应该就可以找到源头的 不用太紧张 因为其实香港 现在其实外边 是没有新的东西可以进来的 理论上 理论上 就是有些邮件 黏在我 我就不知道会不会惹到人了 但是理论上 就应该是安全的 SUNNYYT 最科学是污水检测 最难和最辛苦的 执行取養的前线人员 就是渠务署的人做的 前线人员是 我的了解就是渠务署 所以之前 执好多尊相力 你以为是易做吗 之前 那个阿创盛 半堂区议会主席 他在区议会那里闹 这个是狂闹 这个徐毛署的代表 其实我已经觉得 这个阿创盛盛 都是正棍的 你试一下 阿创盛盛 他很过瘾吗 我是议员 你做这些事 看不起人 是不是 对了 KK不就说 我不是闻 他派物资包给我 我都没有要 其实呢 你就这样说 你不拿就显得别人很低了 所以有时候都是要拿的 KK不算了 有时候政府给你 你要了下面 其实说真的 你不拿人家又可以解读为 如果记者看到你不拿 拍了一张照片 市民说不要 他就可以拍一张照片 市民嫌 这个是物资包垃圾 嫌弃物资包不收 其实最好的做法就是你收了 然后说他多谢 多谢 那就可以了 其实 那就可以了 他没办法 对了 这件事就可以结束了 而且最好的就是你收了 你身份之包的时候 你直接拍一张照片 你跟工作人员说 多谢 辛苦了 多谢 辛苦了 多谢 辛苦了 那你放上去 那你就会有一个正面的宣传效果 放在自己的社交媒体 对不对 不要让那些人拿了 那个话语权 他们那些 负面信息 传播得很快的 你正面信息永远都是传播得很慢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 那个正面的信息要怎么传播 其实是很难搞的 所以如果下次政府有派物资包的话 那你就收了它 然后就顺便拍片 赞赞政府 赞赞工作人员 是的 是的 那KK不话 留给有需要的人 其实政府是拿够的 所以你就不用太担心 我也要说 你拿了拍片 可能就更好 资源充足的 下次不如你这样吧 我建议你拿了拍片 然后你微信给我 或者台阳 我们有微信户口的 你微信条片给我们 接着我们帮你在节目播一播 就说一下 其实大家都对政府 不是那么不满 不可以让那些 对政府不满的人 拿了整个社会的话语权 现在是 他们是 整个社会是在他们那边的 其实是 他们是赢了的 我们这些人就输了 严格来说 萧特正就说 又扯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不会听任何人 中央人民政府是要执行全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决策 那条XX师傅 还说中央欠了香港人 简直是眼盲到心口 还想选特首 有选委给票 他恐怕内地省港澳办会有人上网表达严重关注 希望是 这样就好了 很难说的 可能有选委给票他还未定的 好了 O2XX收包裹 不需要太担心 收完之后 手不要碟面 洗净雙手 噴一噴酒精就好了 这些SYT就说 葵中村居民和所有维风工作人员都要加油 亦都很感激他们 其实政府在这个环境之下是做得很不错的了 为什么我们可以很肯定地告诉大家 特区政府做得不错 就是很多事情都要横比 其实杭哥其实是在内地的 他在内地都知道 有很多东西特区政府其实是 照顾得香港人比内地政府照顾内地人是好的 其实是 我们这里也看到在外国 当然政府就不会很照顾我们这些人 说实际上没有什么好照顾 哪有啊 是啊 物资包啊 听都没听过 是啊 他还要告诉你 你去超市不要买这么多厕纸 大家留下给其他人 但是我们也会留下给其他人的 我自己最多多买多一次 其实就是 我每一次只是买两包而已 每一次都是 不是吧 四方国有出了铁文 说葵中村某些检测混乱 不停铁文骂骂骂骂骂骂 你那一粒四方国 你不是一直考虑了100分吗 当然不是 你不是的话 你就不要嫌人欢己 坦白说 你自己做事是不是100分 是不是好像大家乐那样 为你做足100分 我不相信 不是吧 其實在外國的僑胞很多時候的幸福感 其實就是僑務辦帶給大家的 僑務辦最初是怎樣的呢 我告訴你最初有疫情的時候 是有物資包給留學生的 即是在這裏留學 滯留在這裏的留學生 大使館 領事館 或者應該這樣說 都是同一間 領事館支援的 而且那個物資包就算是在這裡的 唐人都可以去拿 其實裡面還有少許 那時候最初的時候 還有一盒蓮花清溫的 不過之後就應該沒有了 因為之後應該 驗了之後 因為有些東西不能入口 所以沒有辦法的 江山喜來就說 有些家長要自己的小孩每次要100分 不是更嚴厲去讀書加補習班 一定有這些人的 但是你如果是要求別人要做到100分的時候 你自己要做到100分 你不可能自己做來做去 都是做六七十分的 你就要求政府要做100分 其實是不適合的 溪小魚在外國很多事情都是靠自己 都是自己解決問題 我們當然也是 OLEFT就說可以考慮 呼籲周邊鄰居多些讚政府 我們都有 但是沒有辦法的 這個是很難的 其實讚的聲音是不會走出來的 罵的聲音就傳到周圍都是 虛災時候四方果 他做KOL就要100分 講是非就No.1 做議員就負100分 to be No.1 他這張是No.1 我猜不到 是非就要說 一試就要說什麼 我看到他最近 是剛剛出了一段影片 說是非 說說李佳琛多黃 說說盧密雪多壞 然後說說早幾天放牢的梁天琦 有可能有神秘的公關團隊 在他背後 我講到這樣的話 這個人 這個不是議員 我告訴你 這些人造謠X就變成了議員 你說香港有多大問題 一個造謠的人 造謠盛聖的人做了議員 是啊 如果你想想 Tony Troy和Johnny Fogg 他做了議員 你說會怎樣 其實就是同類人 他們那些 是啊 我們不是想幫星期二賣廣告 不過他們兩個經常都是造謠的 那你想想他們做的議員會怎樣 是不是 其實是一樣的 其實我們經常說 極端人是一樣的 其實最初他們兩個人 沒有那麼極端的 是19年的時候 真的瘋了 真的 糟糕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Angele Lee說 李佳心很漂亮 他很羨慕 李佳心 就是這樣說 我們都知道他 是黃的 他請的那些人都是黃的 他的團隊都是黃的 人家沒有犯法 但是現在人家沒有表態 人家沒有政治表態 你再這樣說人就不適合 我都經常說 不停砌人 其實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他最初連那些 藍營的人都罵 舉個例子 也不可以說是藍營 其實是普通人 沒有聲音 之前你看 馬俊偉買個口罩 他們都要罵一鑊 馬大哥也要罵一鑊 厲害 然後還有陳敏芝 那些也被他們搞 他們就是搞這些 其實他們喜歡欺凌人 他們的KOL 不只是李佳心 這位阿姐也有份 你自己看看她的舊片 其實很離譜 佐特就說李小姐出道的鼻子很便宜 弄一下很少事 弄一下就知道 還有這些可以是化妝技巧 我們應該這樣說 化妝技巧 可以是化妝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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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大師說 Tony Tsai 趕回香港 馬上給他告票 KOL Jawa 又是這樣的事 沈大師不知道 沈大師會這樣說嗎 因為他常常被宵大師 沈大師 那又不是的 他還可以的 Eap Derry N就說 四方我做KOL有沒有問題 做立會議員 他就格局太小 其實現在他們做KOL 可以不可以 我都不敢說 你們喜歡聽他就聽他 就是這樣說 我就覺得 你說 他有什麼格局小 坦白說 你聽了兩次都知道他不懂 有格局的嗎 我不知道他有格局 是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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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SUNNYYT 那些記者已經沒有很多位置 輪流問 為什麼確診要半天時間 中檢疫中心 我告訴你 很簡單 檢疫中心也要安排 第一件事 我不知道林鄭怎麼回答 但是我自己會這樣回答 因為我其實 有時候在工作 都會被人問 不過不是記者 是居民 我就這樣回答他 要時間 飯也要一口一口吃 路也要一步一步走 是不是 如果我硬 還沒安排好 就送你進去 然後還有其他衍生出來的問題 大家都不要 是不是 現在我們就盡量小心 做足所有的程序 送你進去 大家都安全 還有要理解一件事 就是 現在在香港 入急症室 很多時候都要等十幾個小時 是急症都要等十幾個小時 如果你確診 你不是急症的話 那處理是需要時間的 我們的同事是需要時間來幫你 我不知道 我就會這樣回答 不過林鄭當然一定會回答得好很多 其實就 生氣Ellen 就說阿蓮表態 就算了 無謂再回答 我也是這樣說 其實根本就一早就不應該搞這些事情 很多人都放下了 但是很喜歡就繼續 放在嘴裡 一時就說這個小黃人 一時就說這個好鬼王 19年所發生的事情還未跳出來 而且是想再報仇恨 沒錯 它是延續著仇恨 它是延續著仇恨 是啊 是 Iron Wong說四方果和洗腳佬是同路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是誰是同路 是否同路就不知道 我們之前有相片 有一大堆的 有他在 總之就 最初就說這個四方果根本不配做議員 像做娛樂多些 他會說你眼紅他那十幾萬收入 是啊 你眼紅 是啊 你的眼紅 他說的 是啊 Karo Child就是林太很熟書 當然熟 你看政府做了一段時間 你都知道政府是怎麼做的 其實有很多人其實沒有公共行政經驗 其實在議會那些人是沒有用的 他是亂罵的 因為他不知道哪些是重要的位置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請了公職 例如田二少時去做九鐵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會請了他去 其實這些很明顯 這些人根本都不知道鐵路行業是怎麼運作的 他就進去做職 其實有很多事情根本 老實說 他搞出來的和事到現在都還沒做好 其實很多事情都很難搞 你是要知道那個行業有什麼 你大概才可以針對拿一些東西出來 是幫到那家公司的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你根本沒有可能在那裡亂參搞的 CNCH又屈洗 一起幫四方站台選議員 我們也有說過 也有見過的了 那就算了吧 Stella Trey就說 我很有理由懷疑林鄭特首的廣告 是寫張寫的 沒有 絕對沒有 一定要澄清 有些人現在不斷傳 其實有些人在那裡傳 說我們說的東西一樣 其實 你有常識的人說的東西都差不多 你沒有常識的人說的東西 又是差不多 現在就是沒有常識的人 他們的鋒芒 就蓋過了一些有常識的人 就是這樣 我就告訴你就是這樣 因為他們就把一些沒有常識的東西 當作是真理的 不斷傳播的 其實是很難做的 我們沒有資源 其實說真的 靠我們五個人做了多少 能夠做就做 其實我現在還有些肚痛 打完那支疫苗 其實其實 是啊 還有一些頭痛和肚痛 其實不是很妥的 我每一次 我每一次打完針 我都跟大家說 我是很不舒服的 所以沒有辦法的了 是的 滾滾紅塵就說 香港的議員以為 薪酬代表能力 他們回到內地 做個普通公務員 都沒有能力 根本就沒有了道 沒有的 他們基本上 這些基礎知識是很差的 很弱的 你如果要做一個 能夠 懂得一點點的 中層管理也好 你還是要有一個 抵運的 你這個人是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知識 人家隨便問你一些 你都要答得出才行 當然答案不是百分百一定是對的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是怎樣的 大概是怎樣的 你一定要知道才行 但是 他們那班人 你自己看看他們 其實究竟 懂得什麼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露了底 我只能夠這樣跟大家說 Toracef就是社長 留一口氣 130直播 其實還有一些議題 沒辦法了 本來打算今天說 結果還是要留明天 今早的《神光第一線》再說 我也要休息一會 那 就是這樣 拜拜